整個建案大家最期待的就是看樣品屋啦 我們一起來看看裡面 走 你好 嗨 大家好 怎麼稱呼呢 我姓李慕子李 河鼎設計 是負責這次蒲茲西的樣品屋的設計公司 設計師你好 我想先問 進來看到樣品屋第一個就要問屏數 屏數 這邊是我們這次建案屏數最大的一個屏數 就是66坪的一個規格 這是泉狀上面66坪 那我們實際室內使用的面積呢 大概在43坪左右 43坪 43坪特別在哪裡 我們一起來看看 你看這客廳有多大 這個客廳根據海騰看過很多案子 這一個客廳的寬度 大概也是平常90坪的建案 才有這樣子的寬度對不對 它其實保留了非常大面的這個落地窗 是有特別的用意嗎 主要就是說要讓整個空間的感覺 把它做到最開闊 然後在高的層部分能夠把它看 能夠看到比較遠的景 因為這邊看出去剛好就是黃溪對不對 是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很漂亮的步道 風景宜人 所以留下了這個大片的這個空間 讓大家 不管是在這邊活動啊休閒啊 有好的光線有好的風景 好那我們再來看看後面這邊 好像這裡其實我記得在平面圖上 應該是一個房間對不對 沒錯 原本的規格其實它是有正式房的一個規劃 但是因為我們想要讓這個空間的感覺更放大 而且現在我們也很注重在家人互動的一個空間 那現在的大部分的房間處其實都不需要到這麼多間了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個公共空間的空間做到最大 所以把這個書房的部分把它變成一個 跟客廳連結的一個起居室的概念 如果說是這個爺爺奶奶就會希望留一個空間 讓什麼孫子孫女在這邊也可以玩啊 或者是來自大家一起聊聊天不要都一直躲在房間裡面 所以呢特別把這個房間打開 讓整個起居空間變得很開闊 這個設計其實是很符合現在的使用需求的 媽媽們最想要最注意的一定就是廚房對不對 來來來設計師告訴大家廚房上面我們有什麼樣的巧思 這個是我們挑選比較大的一個單水槽 然後中間還有一個很足夠的一個工作空間 那配備裡面的一個爐子 我跟你講水槽很大很重要 你看這個水槽又大又深 如果平常真的有在做家事的媽媽也就知道 生水槽這件事情很重要 洗完才不會噴的自己全部都是對不對 而且這個瓦斯路呢 它這個不是那種電子式的 它是真的實際內燃式的 火力比較強大 這個熱炒區對媽媽來說也很重要 我最喜歡的地方來設計師告訴大家 這邊我們規劃的一個儲藏室 這是這是現在在現在的空間裡面最需要最需要的一個空間 它是一個很足夠收納的一個儲藏空間 有經過三級警戒Walk from Home那段時間的媽媽 你一定很有感 是不是那個時候就巴不得自己家裡的儲藏櫃多一點啊 冷凍櫃大一點啊 為什麼要放很多很多的食物對不對 這裡就像你在那個美國影集裡面看到的 從天花板到地板全部都是櫃子你可以排滿滿的食物 這個對我們來講是那個家庭主婦很夢寐以求的地方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是陽台對不對 是 欸這個陽台媽媽們一定喜歡 為什麼 因為它很深耶 是 它這個不是很長的陽台是很深的陽台 很深陽台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就是你購放一個水槽再一個洗衣機再加上曬衣服 這樣都剛剛好 所以工作陽台很大很深 這件事情也是現在設計的一個趨勢是嗎 沒錯沒錯 因為現在的工作陽台其實最主要就是要把這些 生活必要的這些清潔用具跟工具能夠很足夠的收納 是 所以它洗衣機紅衣機再加上自己日曬的空間一定要足夠 讓媽媽才不用跑來跑去很多趟很辛苦啊 是 疫情過後 居家配置上面也開始有不一樣的改變喔 過去我們可能喜歡圓桌 或者是有一個餐廳專門的一個空間 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流行在家裡放上一張長長的桌子 設計師 這是嶄新的一個觀念嗎 是 現在的因應現在人的生活的型態的改變 工作的部分跟生活其實它是可以很密切的結合在一起 並且能夠跟家人有一個很好的一個互動空間 所以我們特地把中島的部分跟餐桌整個做一個一整體的一個設計 那這樣子方便大家在這上面活動不管是工作參領都可以 可以做一個很好的一個互動 其實這很重要它變成一個家庭的中心喔 媽媽準備菜 小孩寫功課 爸爸在開會 而且我發現一個很特別的地方耶 你像這個中島這張大大的長桌是直直的這個放在家裡正中央 留下了一個寬寬的走道 這是不一樣的設計概念嗎 是沒錯 我們是希望說如果除了中島能夠很 能夠讓大家很水性的在上面工作之外 活動的空間也能夠留的很足夠 所以留了一個很大的一個走道 椅子拉出來你知道後面的人還是可以很輕鬆的走過去 不用在那邊欸對不起喔對不起 完全不用 刺濕幾平的空間讓我這樣子的配置 我真的覺得這空間抓的非常有效率 接下來來看看主臥室 主臥室這邊設計師有什麼不一樣的設計呢 也是一樣保留原本很寬很大的一個採光的落地窗 採光非常足夠 那再來就是說我們設計了一整排的收納衣櫃 讓這個主臥室雖然我們沒有一個獨立的一個更衣室 但是它的量其實跟我們一個更衣室的量其實是相當的 衣櫃的容量非常非常重要 接下來女主人都要看這裡 來來來我們來看 真的是特別幫女主人設計的 剛剛已經有衣櫃對不對 我們當然還有一個漂亮的空間來做什麼 我們自己的這些珠寶啦 皮件啦 還有這個外套啊 精品啊 更重要是要有化妝的空間 延續著主臥室直接走過來 我們就接近了這個主臥室的這個預測的部分 那設計師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預測的部分 是 現在其實有很多劍案 它已經不做所謂的浴缸的一個空間 但是因為我們這一次的一個主臥室的空間 它是相當足夠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而止我們所謂的事件式的一個設計 有一個很舒服的一個靠窗的一個浴缸 並且它是一個腳窗的空間 未來的景色非常非常的漂亮 對 你要記得這是高樓層 高樓層它是景觀浴缸 然後你可以優摘在裡面 還可以享受美景 這是一個很棒的設計 三房的設計呢 另外一套衛浴就很重要了 你會不會曾經有你想要上廁所 但是另外一個人在浴室裡 你卻進不去的困擾呢 這一次的設計非常貼心 它把客用的馬桶 洗手台 跟淋浴間全部都做分開的設計 所以你想要使用任何一套 你也不用擔心有人站在裡面 你必須在外面忍耐去等待 我認為這個設計對於現在的客用預測 跟第二套預測來說 是必備的一個概念 這一次樣品屋的設計是三房 那我們剛剛已經看過主臥室了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另外兩個房間 這個房間是我們的臥室裡面 最小的一個空間 但是因為我們是想說 可以讓小朋友 應該是青少年的這個空間 所以我們的設計上 就稍微讓它比較有趣 就稍微比較有一點顏色 比較豐富一點 那我有留意到 房間裡面其實一樣 是有這個大面的這個落地窗 跟採光的設計是嗎 是 沒錯 它這邊所有的房間 都是採大面的一個採光設計 所以這整個建案來講 光線上面其實是非常充足的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 客廳有光線 現在看到的是這個 客房也有 小房間也有光線 那還有一間 它也一樣有採光嗎 是 沒錯 也一樣有一個很大面的一個採光面 這個房間就比較大了 它是一個可以放 足夠放了一個很大的一個雙人床 所以這一間會比較類似 就是如果說有親戚啦 或是這個爸爸媽媽來住的時候 我們就是讓它安排在這個房間 那一樣是保留了光線 所以這個建案我認為 它的這個平面設計得非常好 它的每一個地方都有照顧到光線 而且你仔細去看它的平面圖 它的預測是有開窗的 預測開窗這件事情 就設計師而言來說 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呢 沒錯 現在的人就非常注重通風採光 所以預測的部分能夠讓每個 案子裡面每個浴室都有採光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來到一個光線通透的這個空間 原本的屏數會讓你感覺更加的放大 想到每一個房間都有採光對不對 我要帶你去海豚整個建案裡面最喜歡的角落 這個建案的陽才真的是讓我非常的欣賞 這陽才超大的耶設計師 沒錯 這是建案裡面很難得的一個景觀陽台 又寬 又深度也夠 足夠在這邊擺一個很舒服的一個休閒的觀景的座椅 對啊 你在天氣好的時候 你的高樓層看出去就是黃心 坐在這邊就好好的喝個咖啡 看個書 休息一下之後做一下日光浴 這真的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在疫情過後其實大家待在家裡的時間越來越多 所以大家會開始在這個每個空間裡面找到一個舒服的地方 來好好的放鬆自己 這樣子的住家值得你好好的來品味 那我們也期待你可以在這邊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